这个是我家的扫地机器人 用了半年 这个是陈可恩 平时悠闲度日 除了这时候 只要开了扫地机器人 他就会一直跟着它 唉 喂 做什么你要嘴着它 我不要它装 它又装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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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ic 机器人 真的啊 你的机器人不是给了你妈妈 做上两个MOS又做了你姊姊 我们家里RA,就用我们狭狼的机器人 你买的R 多少钱哦 是不是很贵 怎么买 没有啦 其实是MOS寄来 叫你带上他最新的商品 不要贴 要贴什么 听讲这个最新的哦 是比较劲了的 好吗? 比较智能的 我以为你买的 这台跟我上次送的前台很像耶 黑黑色然后MAT的一模一样 然后这个Button跟上次不同 剩三颗的 现在只有一颗大大颗 ROVOT MAT LASER PLUS 很像劲这样喔 LASER 它是真的有LASER的 你看上面那边突起来的这个地方 它就是拿来探索路线图的 这样呢你扫地的时候 它就不会看到东西也ROOT过去了 后面一样有这个边刷 然后有齿轮 然后集成盒咯 就是normal扫地集成 但是这个不同 有棕刷 上次是没有的 这个棕刷是可以拿掉的 因为你拿了之后 你要不要用棕刷都可以的 哦 懂了 就是这个拆掉的话 如果我不要棕刷我就换 你看这个 哦 它这样就没有棕刷了 然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水箱 两片蘑菇 然后它这个边刷 它一共送了四个 我刚才兜了两个上去 这边还有两个 就是给你如果走形了的话 你就可以换新的上去 一个remote control 超级容易明白的 充电座 charger 这个里面呢就有刷纸 然后一个filter 然后还有一个导片 然后还有一个导片的 替我去 不是 就是如果你卡到头发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导片割掉这样子 有胶带耶 这是什么用的 SM OK 开箱完了 我要去试玩了 拜拜 拜拜 嗨 我去可能 我昨晚还要介绍了一次 OK 现在我们家来 已经用了这个laser blast 一个礼拜了啦 感觉 它比我之前那一台 真是聪明太多了 最重要它不会乱乱撞 所以现在我要示范给你们看 骚地 给你们感受一下 我感受的东西 它的app是怎样的 OK 因为我已经用过了 所以哦 它已经scan好 record好我整个家的地图了 这个浅清色的是我的客厅 深蓝色的是我的房间 OK 我刚才讲的 比较聪明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set no go zone 这边看到红色的线 这条呢 就是我set的虚拟墙 因为这边是厕所 我不要它进去 所以我就set了一个红色的墙 它就不会再踏足这个地方 你们也可以set 比如放神台的地方 或者是厨房 有贵重东西的地方 都可以set这样子的 set了之后 按进去 这个no go zone 你set了之后 按save 就可以了 反正它整个app是很容易明白的 像这个cleaning setting 一看就懂 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弱度 你可以调中间 然后小或者是大 然后这个是mati的范围 然后这是mati的水量 大中小你可以调 然后这个就是on off button 这个就是回家充电的button customize这边 你是可以调节你要特定少的地方 比如说客厅这个位置特别安张 我可以选择我要少三次 或者是我要少两次都可以 然后它最多是可以储存五组地图 比如说你家是双层牌屋 你就可以楼上一个map 然后楼下一个map 这样子 这样不是要楼下班 去楼上楼上班 下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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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买两架 现在已经开始少了啦 看到它的走法哦 是公字形这样子有的 公字形的走法的好处就是 它基本上每一个角落 它都少得到 哎呀 那如果我下巴穿冬 吃饼下吃到整地都是怎样办呢 see 我儿子出动啦 一勺就干干净净 反走过 不留下痕迹 重点 是不是没有看到它会乱乱撞了叻 因为它这个laser我scan过了 只要这边是有东西的 所以不会硬硬撞上去了 那这些白色的CNN就是它走过的路 只要一开始scan过一轮 它就会记得我客厅的地图 这样你下一次一开就可以直接扫 它也不会撞来撞去 前面就是no go zone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闯过去 看它真的不会去的 至于如果你是要抹地的话 你就把这个集成盒拿出来 然后你换上这个水箱 这一台的抹地功能也是比我之前那一台更加强一点 它可以抹到更干净一点 它是一前一后这样重复抹的 其实就是在帮我们平常抹地的手势 一前一后这样子 那它的水量是可以调节的 如果你不要你磁砖地板看到水影的话 这样你水量就放低一点 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是木板地的话 你就可以调大一点 我用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 它的中刷部分这边是可以换的嘛 就是你可以换成毛刷 或者是完全不要中刷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没有中刷的 我是掉很多头发的人来的 我的头发是基本上整个家都是 地板满满都是我的头发 那如果我是没有用中刷的话 我只需要清理这个边刷上面我自己的头发 我就不用清理这种卡在上面 因为卡在上面真的很难很难清理的 但是我要讲毛刷是可以少到比较干净的 它可以少大颗粒的东西 OK 再给大家看看 我们家一个礼拜的垃圾量到底有多少 没有啦 我只有倒垃圾OK 三天罢了这边 很可厉我跟你讲 confirm很多头发 oh my god 你看我头发多大哦 这是今天早上的 三天罢了 还没有少厨房你知道吗 厨房都有 我要光头了 我跟你讲 所以扫地是不够干净的 讲真扫地没有这样干净哦 像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觉得比我之前本来用这那台聪明很多 它真是不会撞来撞去啊 像我放它回去充电的 我之前那个是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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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现在这个哦 它是孙孙自己走回家的 不用我翻了 那MOSDA前几天也给我寄了一个新产品 就是它们的手持Ship T3 G10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跟你讲 我逗它的时候 我有点逗Transformer的感觉 因为它太多配件了 你看 这边全部都是 重点哦 它就连充电器都是我自己兜上去的 Gain Mo 他叫YES这样 那你一定是想问 为什么我有了扫地机器人之后 我还要一个手持吸尘机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扫地机器人少不到的 比如说那种小缝隙啊 床啊 Sofa啊 车的cushion啊 小角落啊 这些都少不到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哦 MOSDA不是一个普通的吸尘机 它是一个可以抹地夹吸尘的二合一吸尘机 普普通通的地板刷就是吸尘的啦 但是哦 它只要装上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变成抹地用的 OK 你看 转过来 这个东西是magnet的啊 我不用另外安装的啊 我只要掉上去 它就会吸住了 看到吗 是不会掉的 前面吸尘 后面抹地 一秒变成 OK 我现在准备了茶叶加水给你们看看哦 它吸尘加抹地的功能 OK 我刚才喝到一半的 哎呦 那这个细细长长的细头呢 就是可以拿来细小缝细 这个呢就是二合一的 硬面这边呢 就是可以拿来细桌面 腿前来毛毛的就可以拿来细键盘之类的 然后这个就是除满刷 它是可以拿来sit sofa啊 sit床啊 车cushion那些 它就是用这个刷子哦 去流那种灰尘啊 层满出来的 所以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你要搭力一点点 哎 哎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给大家看看我们sofa有极夸张 这一下子爆了哎 你知道吗 它就很多那种灰尘 碎碎这样子的感觉 这全部是我们sofa出来的 你想想一下啊 里面有多少灰尘有多少尘嘛 而且只是sofa包容 它没有吸床 它没有吸你的车 应该更夸张的 你不要看它便宜便宜这样哦 它的C6是很给一下的 25千Pa 里面的Motor每分钟可以转96千加 这个转速已经差不多可以跟Dyson的细尘机Fight了 我是讲差不多啦 但是它的价钱哦 真的是便宜很多 几千块有吧 它只要599块 你买一台Dyson哦 基本上你可以买4台这个MOS的细尘机啊 OK 那讲到细尘机哦 每个人最想问的就是 它电池可以耐多久 正常的普通细尘机哦 20到25分钟 像这个MOS G10哦 它一买来 就送你两粒大电池 一粒电池可以耐25分钟 那电完了是不是 拆出来 兜型的上去 继续细 它一共可以用50分钟 那现在这个G10因为它是真的很新很新很新的产品 它没有在做promotion 它原价是1099 现在只要599就买到了 599你就可以带走一个很多功能 可以细尘 可以MUTE 可以充满的一个无线细尘机哦 那至于我开头讲的这一台Laser Plus扫地机器人哦 它的价钱是1299块 是比我之前买给我姐姐的那个啦 贵一点 但是它真的是比较聪明 比较智能的 比起目前市面上那种大牌扫地机器人啊 我觉得1299块是比较性价比的 而且如果你是买这个Laser Plus扫地机器人啊 它是有送蛮多东西一下的 第一个就是有送这个mini细尘机 我一开盒子它就已经在里面了 它价值199块 小小个你可以放在车细cushion那些啦 它这里也是ok下的啦 第二它有送多一套配件 就是里面有抹布有filter 然后还有两个边刷 那第三它是有一年保修 就是说如果一年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们会免费派人上门跟你回收检测 第四个就是如果你不能一次过给完1299块 不用紧 它没有做installment plan啦 就是你可以选6个月或者是12个月 最低每个月只需要给108块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把它购买链接放在caption那边 你们自己点击去看啦 真心推荐你们入手这两个东西 因为真的可以省得太多时间了 好啊 我们就到这边也是 记得点赞 点赞 订阅 打开视频看 我是可笑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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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